請問 請問你是柯小平的妹妹 柯小瑄對不對 柯小平說你找我 到前面那兒見面 遲到的一定很巧合 可是在前一句話 竟然又不是回事了 真的很不OK 想說走走 妳們走下來 我們就是戰友 我就先完了妳 你好 柯小瑄 我個人的事 妳如果是有看雜誌 應該都會看過 而且我爸跟妳爸有一點糟糕 所以妳應該也要調查我的事 什麼 不好意思 我平時跟我們爸沒什麼糟糕 我沒有看什麼八卦雜誌 妳真的沒話 為什麼要認識妳 敢說妳有犯罪的成果 如果說美麗是一種罪 這樣我才會犯罪 我們檢察官的工作 是真的做不一樣的 如果沒什麼事 賣青菜給我找出來好不好 喂 妳如果是沒希望 後來做更便宜 就是我們兩個人的分類 妳最好做就來了 妳不用這個標籤了 我一定 妳也不是我的菜 最重要的是 現在我完成我們爸的任務 如果沒有 接下來我們兩個 就要被相同的爸爸上座隊 這真是有好嗎 我怎麼會給妳答應 妳知道我會答應 我也沒想過給妳 所以既然我們現在有共識 我們兩個要團結合作 我們才能讓順利爭取 我們的戀愛自主權 所以我們要怎麼跟妳合作 我們爸跟我說好了 現在我能夠證明我的靈略 我就能擁有 自由戀愛的權利 所以我想要麻煩妳 調查這間公司的內部資料 我沒可能幫妳倒殺 這種危害的事情 不是 你看人家放火 在這裡看妳也沒有這個檔 我只是想要知道 這間公司的組織 還有內部的資源 這樣我去應徵祕書的事 怎麼才能一舉成功 所以妳要去我底做祕書 媽 妳也覺得很沒道理對不對 我們爸的確實是很為難我 快點我成金燒家 去我底做祕書 陪陪我又生成這樣 這麼可愛又還沒人 剛才是想說 要這麼晚 我在光芒和氣質 我就頭比較疼 我小姐 不好意思 這個事情 我真的沒辦法跟妳調查講 我們兩個現在是戰友 妳當時還要想辦法 我們知道要聯想習慾